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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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来到我们第一集的 不知道什么 为什么叫不知道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开一条新的频道 讲一下亲子关系 有什么亲子一起玩 还有最主要 现在我们香港实在有很多令人心酸的 就是这些学生 自杀 很明显我们香港的亲子问题 教育问题都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就开始 我就想请一些不同的专家 妈妈 不同的身心灵导师 上来谈谈 如何可以搞好亲子关系 如何可以我们和小朋友 令到他更加开心 生活而不是 这样呢 所以我们还没改名 节目出现的时候应该有名 给多一点点时间 我们今天第一集的嘉宾 哇, 厉害了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美女 家宝 大家好, 我叫家宝 大家可能对家宝都不陌生 因为家宝曾经在我们相聚一刻 第一集出现过 就讲这个SS Consciousness 那时候呢, 厉害了 我查过YouTube 我们是全球第一集 讲这个SS Consciousness 是没有的, 竟然 相对挺厉害的 所以今天呢, 嘉宝也是一个妈妈 我们就讲一下 因为嘉宝也有一些很不简单的经历 他又很肯说话 加上呢, 嘉宝就是 SS Consciousness 一个很知心的导师 又上了全世界的课 很有诚意 我们就来到 今集呢, 轻松松地聊一下 你的臭女之道 和你自己经历过 什么心路历程 又流了什么眼泪 又做错了什么 越说越心酸 我觉得作为妈妈 我不是妈妈, Sorry, 搞清楚 我对于妈妈 这种人 我真的非常非常敬佩 特别我自己妈妈 不用讲了太多了 我觉得做妈妈真的很不简单 其实 驼那九个几月 生她那一刻 已经很要命了 都不止 但那个只是开始 老闆 这个三仔两件事 是十级痛了 全身被火烧伤才九级 这件事我已经 苏年我小时候 我一定会做妈妈 领养算了 然后最接近的人 都不是生 是养和教 没错 所以我对于妈妈 真的非常尊敬你们 好了 阿嘉宝 你来讲一下你的故事 好 我相信镜头前 每一位妈妈 甚至父母 都了解到 如果你现在作为人父 或者人母 没有的话 刚才Esther说的 是完全 我觉得 不会 开始哭 开始哭 都不止 还要 开始搏嘴搏舌 很多很多 整天都说不完的话题 我个人 因为我现在 还有一个十岁的小朋友 是一个女孩 而且很美女 谢谢 托奶托奶 都很像我 像是吗 我到达 说回 当初我是 差不多六七年前 当初决定和前夫离婚的时候 那时才开始发挥 咦 不对路 我觉得 我女儿有很多事情 一来情绪 二来身体有很多毛病 开始觉得很多事情都很不妥 那种很不妥的情况下 直接是 什么都做不到 比如西医有做过 中医有看过 所有自然疗法 甚至乎当时你跟我说 喂 喝符水都可以 不如你试一下 所有事情都可以 我想处理 那时候 那时候显现地看到的 就是 手足口病 很严重的湿疹 试过发烧法不停 有很多很多这些 那时候 好像刚才你那个 那个表情就是 我站在那里 你现在都这么年轻 如果六七年时 你还年轻 你对着女儿这样 真的手足无措 此其一 此其已经立刻去问自己一个问题 咦? 不行 我再不处理她的话 我很受苦 你也想起来 对 因为那时候我看着她 那时候痛苦到 她是洗澡碰水 都限制不得了 那时候我还在看她身体 情况 我应该怎么怎么怎么 那时候她只有三岁左右 三四岁左右 三四岁左右 对 那时候我觉得是 那时候同步 我妈妈关心不久 那时候我选择离婚 那时候我见到我女儿 有一个身体情况出现 那时候依然 我意识上 觉得她是身体情况 那开始 我又站在那里 我要处理离婚 我要处理自己情绪 那时候自己情绪已经扫了一边 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看不到女儿 女儿现在这样 我应该怎么样 那时候基于因为我妈妈 在两个月之内 有她发现她有胆管癌 直至到她过了身为止 那两个月 我长时间陪着我妈妈在我身边 我看到一样东西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 认识了些什么 我只认识了些 哇 名医 试试她 试试试 试多 都不得止 不试尤字可 试完之后 为什么我会说 很强调 妈妈两个月之后就过世呢 就是说 那时候我都很惊讶地 我和我妈去看衍生报告 然后呢 那医生跟我说第一句说话 就是说 我在这里 我妈妈在这里 那医生说了三句说话 她说 阿婆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病得很严重 第一句 知道的 第二句说 我想你只有三个月命左右 好了 都不得止了 你想打死她 这个医生 我就叫健健康康的情况下 接收这些讯息 第三句说话是什么 可能你现在还笑得出的 你跟我的样子 之前那时候的样子 我觉得你现在的样子 比我好很多 那时候我的内心 如果我有高山鞋 我会拿高山鞋 我会拿高山鞋 打破她的头 是的 因为医生说话有拳柄 你这样跟一个病人说 是的 她就会觉得 你是医生那么厉害 你都觉得我会死 我会死 是的 正正就是这句说话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未知 那时候我妈妈的情况是什么 走得走得 吃得 睡得 还偶尔到楼下做兼职 在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我会带她去看医生 原因就是 我很久没有跟妈妈吃过饭 两三个星期没有见她 突然有一天 吃饭 看到她 四肢瘦了 肚子很大 我突然想 不是很对路 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如看看医生 不看油脂 我看完 原来就有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 因为我以前有这个经历 回头 去我经历自己的日生 我见到我女儿有很多这些情况 我开始都依然去处理她身体 无病 去到一段时间 我突然想 不够多 我再执她身体层面的东西 帮她不到 因为我试了无数这样的东西 真的帮她不到 后来回头想 会不会有些东西 是她可能情绪上我需要处理的 那好了 那个镜头 转了去情绪那方面 处理它 搞定它 什么灵气也好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所以我学过的东西 放在她身边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不想你喝 因为没有人跟我说 扶水可以的 有你也会喝的 有我都试试的 那去到一段情况下 好过来 好了一段时间 一声回头 我说 什么事啊 不备当 这样 好了 去到一个情况下 又令我提升了一点点的意识 我会告诉自己 问题在于哪里 现在说亲子 我回头说 咦 不是啊 我有问题 我投射了 我投射了些什么 在小朋友身上 而引致到 她在潜意识接收了 妈妈的什么呢 信念 情绪 思想 行为模式 同时她接收了我什么呢 就是我扮没什么 我以为自己很厉害 很厉害 我没什么的 我人前笑杯后水泪 是我自己的事 不关大巴士 人前笑杯后水泪 那时我还觉得自己很棒 今时今日 有些认识我很久的朋友 都跟我说 喂你扮什么啊 之前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有事 不告诉你而已 到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 原来小朋友的问题 我这一刻 如果我承担一个责任 就是说 很多时候都是 我作为一个母亲 投射在小朋友身上 而她收到 她在潜意识收到 但她不懂得说 她不懂得表达 她以为这些情绪 如果我能够承担 妈妈的情绪 我可能会帮到她 哇 四岁 三四岁人仔 原来我的女儿 可能有机会是这样想 但她处理不了 所以衍生在身体层面 她很多病 原来濕疹背后 有很多千千万万种的解说 就是在我个小朋友当中 我会觉得她就说 原来 小朋友是愿意承担 父母的伤痛责任 同时 她内在有很多矛盾 濕疹是什么 濕疹是内在免疫力 搞不备当 或者里面有很多 什么的情绪也好 所以在灵性角度 就是对于人生 对于自己 对于生命很猛疹 是一个很childish 一个小朋友幼稚的方法 去表达我很猛疹 因为真的好痕 但其实是里面猛疹 所以痕到你外面也很猛疹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是的 自此之后 我开始又去追随 另外一个各门各派 直到我真的接触了Asses Asses里面有一件事 令到我觉得 哦 原来真的是这样 什么原因呢 就是当时 我还是一个学野精的时候 上了无数多个堂 学野精啊 什么都学 总之走过我身边 我听到 树起耳朵 我觉得有兴趣 我都去学 那入了Asses这个门派 就是姑且叫她做一个门派 就是说原来 所有东西 如果只是一个观点的话 我不当这个观点是好 还是不好 都好 所有东西 如果是一个高意识 他们所说的一个意识状态 就是 我接收一切 不带任何批判 同时间我接受了 我里面的情绪 我接受它 不代表我要批判它好和坏 我接受它 我承认它 并且我视所有 为我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的话 这东西已经不再操控到我 我开始想 咦? 不行 不如带我老公 带我女儿一起上这些课 好了 Asses班 是一个入门班 刚才Asta 解释了一点 然后她有个高阶班 连续四天的课程 我有幸地带我女儿去上课 因为 刚好她又上课 好像15岁以下 是半家还是免费的 免费的 是啊 嗯 我当然夹着她一起上课 她说我们两个没份 邀请你一起上课 我夹着她上课 夹着我老公一起上课 然后呢 四天之内 我只是 我最喜欢回审听书 听书 我女儿壮大 你澄清一点 因为她当时离婚 现在她说她老公是新妻 我现任的丹领 我现任的丹领 然后我就说 啊 我觉得 灵性的东西 就算女儿不听书 都没什么所谓 总之我都能听 我就动部Laptop 动部笔 那个Laptop 在她面前 你打机就打机 你喜欢看东西就看东西 你只是在课室就可以了 在课室就可以了 然后四天之内 我看到的东西 和我现任先生看到的东西 就是 就是 以往我小朋友的情绪是这样的 好了 现在怎么安排呢 就是说 上学的时间 星期一至五 那个小朋友 会跟我一起 我会照顾到他 然后星期六日 或者一个长假期 他回到他爸爸那里 那来了 那个精彩的场景就是 每一个星期 星期一至五好地地 去到星期六日 回到他爸爸那里 因为我相信 在我的角度看 小朋友其实两边都很疼 他很疼 他很疼爸爸也很疼妈妈 同时他里面一个矛盾又来了 为什么要我只见到爸爸 或者只见到妈妈 接手期是什么呢 星期二日放完假 星期一他放学回来 他的情绪就慢慢伸出来 哭 很不开心 很抑郁 一落到车 甜蜜皱到妈妈都不认得 我真的不认得你了 女儿你又有什么事 我整天的心在那里 这样想 接着好了 我又要处理他的情绪 同时他有很多 学术上 功课也好 什么都要处理 星期二又好些 星期三好了 正常回 正常回 星期五又来一个cycle 星期五又不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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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不可以为我留下 他有很多这些问题 他曾经在哭喊 他很直接很坦白 跟妈妈说 我很累了 你不要再放我 在这里和那里 这个说法对我来说 我真的百般之味在心头 直到想完四天放誇之后 发生什么事 四天之后 他跳下车很开心地跟我说 妈妈 我放学了 然后很开心 跑来跑去 在平堂我会和他玩一会 然后我也很猜疑 我和我现在的老公 你眼看我眼 就看一会 咦 有点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总之就变了 当时是这样 没有发烂差 没有啊 然后我说 等一等 观察多久 先不要开心 观察多久 然后我和我现在的老公 我发觉 咦 不是啊 我开心了很多 而且他开心也不止 我发觉 当我 上完这个课堂 和有幸和他两个一起 我发觉 现在的女儿 是真真正正成为他自己 他其实是一个很跳脾 很好玩 很开心 很有创意的小朋友 但是之前 为什么我看不到的呢 他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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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们做访问的时候 他是坐在某个地方 他是很静悄悄地做事 而且他带着一个 earphone 来看卡通片 然后呢 他有一个大饼 不知道大饼 他在玩大饼 接着大饼 接着大饼 接着大饼在转 他立即看着后面 看看有没有吵着我们 其实他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在乎 但其实他是很关心 很小心去做某个动作 有没有吵到我们 有没有骚扰到我们 有没有骚扰到我们 很棒 我同时在另一个课堂 又带他去照片 又是 laptop 又是 headset 我老师也是在说同一个说话 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听 其实呢 他不小心把 headset 放后一点 留个耳朵一起 是的 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他的样子就是假扮看卡通 我的感觉是 其实他的attention 就在我们后面 是的 而且因为后来 水滚了 不知道水滚还是怎么样 就在响 但他全部是第一时间 就去处理了 所以你知道他其实是很疼的妈妈 妈妈要做访问 接着就很合作 很开心的 我最后 其实我当时 即时四堂 四天的课堂之后 我其实都是那句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总之就变了 往后我再了解 Access 这件事背后的意义 为什么他运作得这么不可思议呢 就是说 原来他里面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 就是说 所有东西是来自一个意识 以及这个意识 至一个观点 我回到大了 刚才所说 就是说 我女儿是很敏感 天生亦是一个 极富同情心的一个小朋友 她愿意承担 爸爸妈妈的 藏伤 思想 情绪 而这个是植入了她的前意识当中 好了 那四天课堂讲究的是什么呢 就是将我们 我们身体 如果你当它是一部电脑的话 它是解除一些 甚至乎删除 是一个删除 它将我们以往 不属于我们 亦都不再 serve 我们这一世的 purpose 就是那些 情细 删除了 那那四天 那女儿全都在这里 我会够胆相信 就是说 这四天的课堂里面的能量 是将它里面 它不属于它 或者是它不需要的 那些 energy也好 思想也好 情绪也好 全部删除了 所以四天后我看到 咦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 我女儿 很开心 很喜悦 好调皮 总之很有创意 無緣無故會走過來疼我、抱我 然後扮演鬼臉 她是會哄回媽媽開心的一個小孩 所以我覺得原來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以前的思想那麼簡單 我看見什麼,我發現她不對勁 我想執政她 原來不是這樣 你不適當 因為以前我媽媽都是這樣 你頑皮,你不可以這樣 你應該這樣 直到我這一刻覺得 我以前套用媽媽給我這套方法不合理 然後我開始很受害 我覺得為什麼不碰當 然後我再因為女兒這些各樣出現 情緒也好,身體也好出現 令到我當頭棒學就說 其實所有東西以前我都是被植入下去 怎樣教小朋友 怎樣去處理身體層面的東西 甚至怎樣處理情緒方面的東西 以前我什麼都不懂的底下 我只要溫回舊的program 我溫回以前的模式 就死了 那就大劑 念事喊事 所有東西原來都不合理的 開始再問自己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真的需要知然我未知的呢 這一刻我不是需要完完全全 將自己好像我所說的洗牌再來說 我重新再學習去 非常之好 那我們不要開個新話題了 這一段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第二節 喝杯水 沒有包食 不過我們 我們回來再跟家寶再聊 我們怎樣可以教子女呢 怎樣處理自己的情緒先呢 再見